Yo 我是老薇 今天昨天開了一個大屋 今天要來開個也是很大的屋 它叫什麼名字呢 其實我不是很會 我把它翻過來 這真的超重的 我一開始拿到的時候 我以為我拿到一塊鐵板 真的超級重 它叫做 RMS機動戰士Z鋼彈 1-144 阿卡瑪彈射甲板場景 OK 好 超重 趕快來開箱一下吧 就是這種場景 我不知道好像都沒有人看有開箱 你有買嗎 裡面還有用一層這種白膜來包裝 這個膜真的是 不好拆 看一下 好重 這真的超重 我等一下一定要看一下 這裡面到底裝什麼東西 怎麼會重成這個德性 打開以後 就是它 我對這邊特別有興趣 什麼叫做彩色的 什麼半完成品 就是一般來講的話 我覺得這應該就是組裝模型嘛 所以 它這邊特別有 一個大致就是 彩色半完成品 我不知道是什麼樣的感覺 因為我覺得MegaHouse 它在很早之前有出過一個那個 能天使OO的那個 就是那個算是那個 我突然忘記那個模件叫什麼名字了 就是它有出那個是完成品 那當然是因為賣很貴 賣5000多塊錢吧 所以我覺得說 它那個時候賣的 我覺得不是很好 所以我覺得說它可能覺得說 啊那就降成 就是 組裝 組裝完 組裝模型 那這樣的話有沒有可能把售價降低 然後這樣就 買的人就會比較多 我覺得這一次好像有成功吧 就是 至少比那個時候5000多塊錢 多人買 那可以看一下說 就是 它後面這個 感覺啊 我是不知道說 它是真的有 就是 買來就是 直接這樣 舊化嗎 如果是 直接就舊化的話 我覺得其實這個賣3000塊錢 我覺得都還算蠻值得的 因為 畢竟你知道舊化這種塗裝 其實要花蠻多 時間 跟蠻多 耗材 所以 我不知道 因為我現在只是看它外觀 因為它外觀就完完全全 就直接就舊化狀態化 其實我覺得好像還OK 然後 重點是 因為如果 你有在裝潢的話 就是因為最近老薇 就是之後會拍一些裝潢影片 這個東西它可以放在家裡 就是 當作是 一種掛畫的感覺 可以掛在 家裡的牆壁 我覺得還蠻讚的 而且 就是你不要放鋼丹花 放鑰匙 應該也是 感覺就蠻特別的 跟 就是一般人家裡不會放 一個那個什麼 彈射跳台的場景嘛 對不對 好 我們趕快來看一下 就是裡面 這麼重 到底是裡面有什麼東西 它這個開的 真的是 不是很 很好讓我理解 像PIZZA的盒子的模型 可以看一下 它真的是完成品 它真的是 有塗裝過的東西 真的 你可以看一下這種 質感 這種質感 像不像我之前開過那個 GP03 就是很多都已經幫你塗裝好了 而且 我覺得這次比較 厲害就是 它 塗裝居然是舊化的 塗裝 看一下 打開看一下 我是開玩笑 這個 舊化的質感 超好 這完全不用 買來不用塗 我覺得這個超值 就是如果 一般 如果我原本想說 它應該是一般的板件 那種白色紅色啦 那 賣3000塊錢 真的是賣造型 但是 你看它今天是已經舊化好的狀態的話 其實這個很 很值得買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訂 我覺得 這個對我這種 不會塗裝的人 然後 如果買那麼大的板件 一定很舒服 一定 很吃力 但是我覺得這支 可以 這個可以 地台 它這種質感真的是很好 我覺得 舊化算 蠻成功的 而且 價位我覺得蠻OK的 來看一下說明書吧 會不會煮得很困難 不會很困難來煮一下好了 它裡面還有這種像 應該是絲貼啦 只是 就是 感覺還蠻漂亮的 就是貼紙其實不多 因為它其實基本上顏色都已經上好了 完成啦 你可以看 真的是 非常的簡單 只有幾片零件 就可以組完了 所以 但是我是覺得有點重 我覺得如果你掛在牆壁上 那個牆壁可能本身要有再加強 要不然其實應該會承受不了這麼重的一個 台子吧 但是 我是覺得還蠻帥的 就是如果你缺場景的話 因為你也知道做場景其實還蠻貴的 所以如果 就是 有一個這麼 好看的場景 我覺得 可以 入手一下 我真的收到我真的蠻驚艷的 我原本以為是 你知道嗎 白的紅的 就是萬代看久了 就會覺得說 應該就是這樣 沒想到居然有塗裝 我覺得超值 趕快去模型店買吧 雖然我是不知道 外面還沒有在賣 應該 當初也沒有 人訂很多 好啦我們下期再見囉 拜拜